作为一名跑步教练,我们应该了解不同的跑步水平以及如何衡量和评估这些水平 在这个问题中,如果一位跑步者能够在25分钟内跑完5公里 这证明他的速度和耐力都非常不错 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解释 一,时间水平评估 首先,根据一般的跑步时间 25分钟完成5公里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根据5到6级计划计算公式,5公里计算公式 用时25分钟内在这个计算公式中属于综合水平的优秀5公里成绩达到27分059秒或更好甚至超越9成以上对手 因此,如果你能在这个时间内完成5公里的跑步 你的水平应该被评为中高水平 可以朝着更高水平的目标努力 二,跑步速度和耐力的反应 跑步速度和耐力是衡量跑步水平的两个主要指标 完成5公里的跑步需要持续的耐力和稳定的速度控制 如果您能够在25分钟内跑完5公里 这对于驾驭直线路段也必须掌握持续的均匀呼吸技巧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这意味着你的跑步速度较快,耐力能力较强 另外,这也表明了你的身体适应了长时间 中等或高强度的运动 三,健康水平考核 跑步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而且可以提高人们的心肺功能,骨骼密度等 完成5公里跑步的时间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您的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 如果跑步者能够在短时间内跑完5公里 这表明他的心肺功能和耐力非常出色 具有比较优秀的身体素质 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肥胖等慢性疾病都有一定帮助 四,个人目标设定 最后,我们衡量自己的跑步水平的时候 还要考虑个人目标的设定 假设一个跑步者的目标只是锻炼身体并保持健康状态 那么完成5公里的跑步并不需要很快的时间 所以时间上可能相对有些宽松 而主要是持续稳定 刻意深呼吸 有效消耗卡路里等 然而 如果跑步者的目标是提高速度和提升成绩 那么5公里25分钟的时间可能还不足够 并且需要继续训练和努力提高水平 总之,完成5公里跑步且用实在25分钟以内 代表着这个跑步者有着很好的中高级别水平 然而,每个人的身体不同 所以强调评补标准要客观 因此也应该根据个人情况和目标 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 慢慢地往更高水平迈进